大家好,我是布林布林一姐 墨影蛮大家都知道吧 独虫大家也知道吧 那如果一千只墨影蛮 vs一千只独虫会发生什么呢 国外这有个人做了这个实验 在一片广袤的草原上 一千只墨影蛮与一千只独虫相互对峙的 随时准备开战 还没有等我讲完开场白 这群小家伙们就牛蛋了在一起 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们的颜色不同 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很难看出区别 据我所知,墨影蛮的生命值为8点 攻击力在不同的游戏难度下面分别是2、2、3 独虫的生命值也是8点 但攻击力相比墨影蛮却低很多 无论在什么游戏难度下 他的攻击力始终都只有1点 做这个实验的兄弟 如果没有将墨影蛮和独虫的攻击力设置成一样的话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必定是攻击力略胜一筹的墨影蛮 果然啊,随着时间的退移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紫色比灰色更多了 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 最后墨影蛮大获全胜 实验者也发现了比赛不公平 于是这次将700只墨影蛮大战1000只渡虫 攻击力比较高的墨影蛮在数量上遭到了削弱 看来这次的比赛结果也将不说迷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墨影蛮渐渐消失 渡虫最终得到了胜利 真是不容易啊 那么本期的测试就到这里 我是布林布林灵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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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